對 今天妳貢獻很大 妳認為最性感的是 也沒啥啦 今天是什麼意思 頭髮 就是這樣看 妳往下看 奶奶 不是啦 這裡啦 捲 浪漫捲髮 我是覺得像女生 一定要那種長捲髮 才會就是覺得有點性感 妳的捲髮好像雜了 不是 就是好像 我真的要說 我真的要說 妳們穿的紅雞雞 妳有一次過臉紅包 而且是曬乾的 曬乾的 乾掉了 剛剛聽過臉的紅包 聊個個 聊性感的事情 對 所以就是有點捲捲的 這樣很浪漫 因為妳跟 妳跟住二樓 妳跟住二樓的後面那一戶 是同梯的嗎 妳們兩個都喜歡走 同一個海域 同一個海域 那個海可能已經沒水 乾很久了 對啊 所以我想說我這個風格 就是比較這樣 因為我裝可愛也不像 我一定要裝可愛 綁兩個馬尾塔像也不對機 不可以 因為很歪 其實它捲髮是真的很好看 可是 太乾 對 太乾了 第一個 髮質太乾了 第二個 因為妳的捲髮就是很凌亂 要很整齊嗎 不是 因為其實浪漫捲髮 有份 今天我幫大家就是整理一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會看 這些都是所謂男人 會喜歡的女神的浪漫捲髮 比如說妳是比較圓臉的 捲度就會比較下擺一點點 但是三個看起來 髮質都非常好 你如果像長臉代表的話 像舒淇大家都知道 她長頭髮大捲很好看 可是其實她本身是自然捲 然後其實她本身是自然捲 她的捲髮也是有光澤蓬鬆的 然後再來就瓜子臉 你看林志玲的瓜子臉 你看她的捲度就是 她捲的位置好像不一樣 沒有 她是有層次的 其實我很建議殷起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 我個人覺得 把林志玲幹掉 不是 妳如果不要改變一個頭髮 就是純黑色的 然後直髮 她有過 有過 大家都遺忘了 對 有一點 妳就真的會把林志玲幹掉 所以其實要捲髮的人 我都會建議就是第一個 光澤度一定要有 就是即使妳漂過的話 因為現在很多人 是染重比較淺色的 漂過 所以其實光澤度 對這種髮色跟長度的人來講 上期捲度來才會比較好看 可是老師妳不是說 今年也很流行有一派 就像小小這種 就是要霧霧 然後乾乾的 霧霧的是 是滑面的霧 不是光澤 滑面就是不是像這樣粗粗的 妳這是髮質不好 沒有 我只是就是把它護個髮 就會很漂亮 沒有 妳已經快變柯國館 那一顆球了 沒有 那一顆戲敢多好 妳的頭髮已經快變那一顆球 幫忙給我拚拚妳 是真的 那我是某些髮品嗎 對 就是其實妳自己護髮 一定要做 當然是已經沒有用了 就是 因為其實還是要再去強調 就是說有漂過頭髮的人 因為妳這個一定是漂過兩次以上 基本上 妳只要漂過兩次以上的頭髮 其實就已經 對 沒有舊了 沒有生命了 我記得妳以前黑色 沒有彈性 然後這樣好美 亮